8月12日,因主演《山河令窜红》的张哲瀚,被爆出在2019年参加朋友在日本买木神社举办的婚礼,还曾在敬国神社前的合影以及使用纳粹里拍照等,引发巨大争议。 在争议爆发隔日,他在微博发表道歉声明,表示因为自己的无知向大众道歉。 可是,广大网友对这一份道歉声明并不买单。 在张哲瀚道歉当天下午,人民日报、央视等媒体点评张哲瀚的行为是冒犯国人情感,表示这事件不能简单归咎于无知,眼见事态仍无法平息,与张哲瀚合作的各大品牌,迅速发表声明取消合作。 8月13日17点31分,娃哈哈率先宣布和张哲瀚解约,紧接着包括可口可乐和淘宝在内的商务合作方都和他陆续和他割席。 21点52分,最后一个品牌Tosaki塔斯奇宣布和他解约。 张哲瀚就在4小时21分调完了所有的代言,被市场迅速抛弃。 8月12日被揭发,直到8月13日晚上26个品牌全部解约。 可见品牌公关团队,在今年明星品传他房的背景下都有所准备,才能以这么快的速度与张哲瀚割席。 此外,张哲瀚参演的电影《维和防暴队》和《真人秀》最后的赢家,也宣布终止和他的合作。 其中《维和防暴队》更是万达影视集团最重视的作品之一,也是目前张哲瀚个人代播作品中最重量级的。 在上海电影节期间,万达影视发布年度片单,其中由刘伟强监制,李大超指导的《维和防暴队》,被视为S级作品,演员名单集预告片中,张哲瀚赫然在列。 或许连他也不曾想过,这会是他最后一次,出现在《维和防暴队》的片段里。 爱奇艺出品的《真人秀》最后的赢家,则是在8月12日透过微博综艺释出节目片段,出演成员包括李一峰、赵又廷、关晓彤和张哲瀚等。 在8月13日在自节目微博号上,早上发布第一条微博动态,内容是官方海报,但或许耐不住舆论攻击,他们关闭了第一条动态的评论区,并在当天晚上宣布终止和张哲瀚的合作。 在事件爆出后,各大媒体留言区步伐出现,到底张哲瀚是谁的疑问。 这个凭山河令爆红不足半年的男演员,究竟是打拼了多长的时间,走上流量巅峰? 2010年,当时年仅19岁的张哲瀚,通过主演《土豆王》偶像剧《怎么会爱上你》出道。 2013年,他和于正旗下的欢愉影视签署了6年合约,开始主演了由该公司诚挚的网剧《我未攻狂》。 自此以后余正的编剧多部剧集,都出现这位年轻演员的身影,包括工作连城美人制造神雕侠侣等。 张哲瀚在2015年,迎来事业的第一个小高峰。 在当年的热播剧《狼牙榜》中,饰演少年林淑,该角色的成年时期,是由本剧男主角胡歌出演。 此外,他也和景田合作,主演了陆珍传奇的姐妹剧,由于正出品的班淑传奇。 尽管这是除了网剧和短片以外,张哲瀚首次作为重量级作品的主角,但该剧因为在非热门时段播出,反响不如前作。 直到2018年,张哲瀚和居静一一起主演芸汐传,以秦王一角再度被观众所认识,这六年尽管参与了诸多于正旗下的项目,但张哲瀚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。 因此,在2019年1月10日合约期满之际,张哲瀚毫无意外地发布,长文宣布正式离开欢愉影视,并在文中感谢于正对他的栽培之恩。 2019年,张哲瀚的作品不多,其中一部是在2018年开拍的电影《烈火英雄》,他在片中饰演其中一名消防员郑志,尽管该片总票房达17.07亿元。 但是仅作为片中一名小角色的张哲瀚,依旧没有受到关注,另一部作品则是参与了《演员请就位》真人秀第一季,这也是他演艺生涯重要的转折。 演员请就位这档节目,吸引了许多,在演艺生涯中有点过气,或者像张哲瀚这样,不温不火的演员,他们想要借由节目翻红。 以第二季获得年度最佳演员的胡姓儿为例,通过节目成功他成功翻红,甚至登上今年的春晚。 当时在第一季节目中,张哲瀚通过多年在余政的古装偶像剧打下良好基础,在节目中除了收获最受观众认可演员总榜冠军,更重要的是得到导师赵薇赏识,并签约赵薇旗下,北京普林赛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。 在进入赵薇旗下的公司后,张哲瀚再度与居静一连妹主演如意芳菲,依然反响平平。 但更值得关注是,张哲瀚在开始在2020年,参与两部优酷网剧《山河令》复古神探,以及《线礼片》1921的拍摄工作,为2021年爆红做足了准备,2021年2月,张哲瀚终于在出道10年后迎来事业巅峰。 他和工具联合主演的单改剧《山河令》,在优酷平台开播,浪浪令CP受到观众们的欢迎,豆瓣评分也处于8分以上的好评。 在开播期间微博热搜中,多次出现和《山河令》相关的次条,像是3月1日晚,当天晚上有了相关4个热搜,张哲瀚凭此剧《打响知名度》,后接了多个商业代言。 并且在劳动节廉价期间,在苏州举办《生来知己山河令》主题演唱会,更是累计60万人次参与抢票,14秒内被抢空,此时张哲瀚真正意义上火了。 7月,群星出演的《线礼片1921》正式上映,张哲瀚也出席了上海的首映礼发布会,但当时他未曾想到,这有可能是今年他最后一部大萤幕演出。 事态发展至今,目前仅剩去年开机的优酷网剧《复古神探》,仍未与张哲瀚歌席。 东洋欢与影视文化,华夏视听,芒果TV和亚环影业有限公司出品,于正担任总制片人,张哲瀚和吴锦岩领衔主演的电视剧《梦回潮歌》又名《潮歌》,则是一直没有确切的定档时间。 这部以商朝为故事背景的大制作电视剧,在这次张哲瀚争议风波下,只能继续被存在仓底,云端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偶像剧《爱于满森林》,又名《时光之城》。 今年取得发行许可证,并启用李义珍补拍,原本有望在今年播出。 但是碰上这场争议风波后,这部剧大概率无缘面世,上海拓影影视,北京《金天地》影视,和浙江唐德影视出品的都市偶像剧。 由张哲瀚和郭雪福主演的《一见不清心》,在2017年杀青后,也一直没有定档消息,相信江慧和《爱于满森林》一样,继续沉在仓底内,无法与观众见面。